大家好,现在继续为大家来一场三国战绩天下理工版 现在张辽来到张飞这里 这有点奇怪啊,张辽和张飞打起来了 但是在这个版本里面就这样设计的剧情 现在张辽是不断使用天顿术来电这个张飞 再次天顿术,张飞要被电死了 张飞这神龙白尾也是不能用的,管用啊,在这里 张辽直接垫起来,再来一个天顿术 啊,这都是之前攒的道具啊,之前吃的好多 在这里直接释放出来了就 再电一下,再来一个就挂掉了 啊,直接挂打挂他 我们进入下一小关了呀 诶,上面还有一个马超啊,在上面后面嘛 你看,张辽直接把他连起来 直接扫飞起来 又是空中上升法 直接又升到800米的高空之中啊 这次又有 还升了一级啊 现在进入下一小关 感觉这连招特别的变态啊 哎呀,这些小兵更是不值一提,直接电掉 诶,这个小兵还有技能啊 还会喷火 再次电死他 继续电 现在其余向前 哎呀,张辽这把电剑真是好使啊 直接挑飞起来 就要进入到这里了 这一小关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诶,这个小木屋里面 感觉和第一关的小木屋有点相似啊 现在还有树这里 诶,召唤出来一个赵云啊 这感觉是第二关的关头啊 我怎么感觉是 有点乱入啊 这这关 有点乱入 好,现在再用天准猪 电这个 再用一次 感觉输缩的 再不得再不完了 直接天准猪电这些小怪 这卫颜也是被电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诶,连续的上条 好嘞,现在进入 诶,又来了一个重复诶 又重复了 在这里重复掉了 再次天准树电起来 好,再把这小米掉的哦 感觉上一个进口是有点准复啊 在这儿吧 就是绕了一个圈子 还有张鸟筋在这里 我去小兵都会大招了 张鸟筋射死他们 这次要急了 要急了 到现在继续进入下一小关